OdioJungle 据香港信报网站4月9日报道,小米计划在印度南部安达拉邦、Bondjapradesh及泰米尔纳德邦、Dominado,共建设三座新厂房,并希望其智能手机零部件供货商,在印度设立基地,为当地带来最多25亿美元投资及5万个岗位。 报道称,另外,小米将与富士康合作,在泰米尔纳德邦建立印刷电路板、PCB组装的工厂,而与CPEP Technology位于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合资移动电源工厂,一开始生产智能手机。 参考消息网出海记记者从小米获悉,4月9日,小米宣布将会在印度新开三家手机工厂,同时,小米在印度合作运营一家移动电源工厂,也将开启手机制造,至此,小米在印度的手机工厂数量已经达到6家。 据介绍,小米还将与富士康合作,在印开舍首个用于PCB版组装的表面贴装工厂,这表示着小米本地化策略的又一重要成就。 小米国际副总裁,小米印度总经理马努杰恩·曼努恩表示,小米手机质量过硬,设计优良,价格厚道,对颠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起了巨大作用。 2015年开始,我们便参与了印度制造计划,如今我们更加深耕市场,通过这三家手机工厂和PCB版组装工厂的设立表现,我们对印度市场的专注,小米是在印度本土开始组装PCB版的引领者。 我相信,在印度转型为全球制造业枢纽的过程中,小米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当天,小米在印度梦买举办的首届供应商投资峰会上,宣布了这些重大进展。 超过50家全球智能手机零部件供应商参加该峰会,小米在会上向他们介绍印度制造业生态系统,希望帮助他们在印度建立生产设施。 如果所有受邀供应商全部在印射场,这将成为印度电子制造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投资,并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投资总额预计超过1500亿卢比,约25亿美元,将会带来多达5万个工作机会。 资料图片,4月9日,小米在印度梦买,举办了首届供应商投资峰会,企业公图路透社4月9日,关于小米该呼吁的报道认为,此举推进了印度总理莫迪倡导的印度制造计划的愿望。 莫迪立志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以促进这个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就业增长。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印度政府制定了分家智能手机国产化的路线图。 上周,路透社曾援引知青人士的消息称,印度正考虑对包括PCB板在内的关键的智能手机零部件征收10%的关税。 参考消息网出海记记者了解,小米响应印度制造计划,在2015年宣布,开启印度本土生产,同年与富士康合作,开设第一家工厂,之后,又分别于2017年,设立第二家手机工厂和首家移动电源工厂。 迄今为止,小米在印度销售的手机95%以上,都是印度本土生产。 据悉,小米的三家新工厂,仍然是与富士康合作。 他们位于印度斯里市和安达拉邦的工业园,以及泰米尔纳德邦斯里·佩鲁姆布杜尔镇的新工业园区中,园区总占地面积达到180英亩。 现有的工厂雇佣超过1万名雇员,其中95%以上是女性。 另外,所有组装工作,都是由女性员工完成的。 新增的工厂将会让产能继续提升。 新的PCB版组件工厂,标志着小米,成为在印度本土,开启组件流水线的先驱企业之一。 PCB版组件是智能手机最重要的组件之一。 战争部手机近一半的成本,小米计划在2018年第三季度将电路版组件的本土生产的比例,提升至接近百分之百。 马努杰恩还表示,在印度举办第一阶供应商投资峰会,让我们深感荣幸。 我们相信这次峰会能够帮助供应商们更好的考察,并扩张在印度的运营,带来更多的投资与就业机会,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 过去三年来,小米已经成长为印度第一的智能手机厂商。 根据IDC数据,小米2017年第四季度的市场份额已达26.8%,小米还是印度第一的互联网手机品牌,市场份额达到57%,而在线下,小米则是排名第二的厂商,市场份额达到11.2%。 资料图片,中国手机瞄准世界市场。 人们,对中国智能手机,价格低单品质也低的印象正在淡化。 日本独卖新闻3月31日的报道认为,中国智能手机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已超过日本手机。 跟用iPhone X拍摄的照片相比较,我们公司的产品更胜一筹。 新兴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科技公司3月27日,在上海举行新品发布会。 其创始人雷军多次用本公司新品与美国苹果公司的新款手机进行性能比较,表示小米令人感动。 又价格适中的产品,将能征服世界。 据报道,2010年成立的小米科技,现已打入7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迅速渗透。 据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C称,小米公司2017年在全球的手机发货量,为9240万部,比上面增长74%,最早可能从2018年底开始。 在美国销售手机,报道认为,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他们实施了积极进军东南亚,普及廉价产品的战略。 因为美国苹果公司和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较小。 据报道,中国企业生产的智能手机,在日本也发起明显攻势。 今年1月日本电信运营商KDDR已经采用华为技术公司的终端,其售价在3万日元亿美元约和106日元左右。 比较适中,还带有高性能拍照装置,华为手机通信费用低,至优价廉,很受欢迎。 据说KDDR对华为产品给予肯定评价。 报道称,民调公司BCN的分音2指出,中国手机与日本、韩国的智能手机,在性能上也没有差距,早已采用了新技术。 据报道,在日本智能手机市场上,美国苹果手机尤其受到欢迎,索尼等日本企业品牌也受到一定的追捧。 在日本总务省指示,不要过度压低智能手机价格的情况下,价格合适又实用的中国手机有可能扩大影响力。 3月24日,小米在波兰第一家授权经销实体店小米之家,当天在波兰西南部城市克拉科夫开门营业,吸引数以百计米粉到场购物。 新华社,2018年4月4日00,20,02。 市位只能提供权用加热. 新华社,2018年4月1日30万IDE nerve Olive画迷入大舞传 som数据得入大时。